房市秘密报,为你报秘密 今天我们要来看虎口王爷龙重画区一个案子 叫做新船远景 我们先来看虎口市区的空拍照 新船远景坐落虎口中山路一段 目前在闪烁的黄色方框就是新船远景的基地 这也是王爷龙重画区的范围 绿色色块是公园绿地与学校用地 蓝线是台铁铁道 红线是主要道路 中央红线是中山路一二段 一直通到台铁虎口站 最左边红线是成功路 环撞红线是达深路 再来看新船远景基地上方的空拍照 这里就是王爷龙重画区 目前在闪烁的黄色方框就是新船远景的基地 我们可以发现新船远景坐落王爷龙商业区黄金地段 周边有公园绿地 旁边是公有停车场 还有车站预定地 可以预期随着王爷龙的发展 这里将成为新兴的中心商业区 至于黄色方框里面的黑色方框 就是新船远景的平面配置 新船远景基地基本坐北朝南 踩双塔建筑规划 右洞也就是B洞朝南的前方 还有大退缩 接下来我们看新船远景的标准层平面图 我们把梁柱的位置标出来 从图面我们可以发现 新船远景的结构形式相当的稳固 A洞与B洞的互别几乎才对称规划 B洞前方还有一大片退缩空间 让A洞朝东与B洞朝南互别 拥有更宽阔的动具 而且我们不要忘了 B洞朝东互别 也就是B洞右侧 还有一大片的公有平面停车场 同样创造出开阔的动具 再来看新船远景的优点 浅蓝色色块是电梯的位置 浅绿色色块是梯厅与走廊 蓝色虚线是梯厅与走廊的开窗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 新船远景的规划相当有诚意 无论是梯厅还是走廊 只要是端点的部分 一律开窗采光通风 紫色虚线则是各户后阳台的挑空天井 各位可以看到 这案子相当重视每一户的采光 为了让每一户都有充分的采光 业者应该是耗费巨资 因为每多做一道天井 就等于增加建物的表面积 增加表面积代表增加费用 不但如此 为了避免日积月累的雨水 在建筑外墙留下痕迹 业者还特别在窗框外测量 加装倒水条 届时雨水沿着倒水条流到地面 就不会污染外墙表面 若硬要在这样的平面图里挑毛病 那就是部分户别的大门 有门对门的情形 不过这样的设计在现代住宅大楼 已算是司空见惯 我们不认为这是缺点 我们这次挑出新船远景的A7和A8两户 来为各位做解析 首先是A7户 A7户它是两房两厅一位的产品 与A7户格局相同或类似的户别 还有A2、A3与B2户 所以看了A7户 等于同时看了其他三户 我们把梁柱的位置标出来 各位可以看到 A7户的室内空间相当方正 而且都避开了室内压梁的问题 那它有什么样的优点跟隐患呢 在优点方面 首先是预留玄关的位置 接下来包括客厅与主卧都做大面开窗 卫浴也开窗采光通风 两间卧室的床铺枕头上方也没有压梁 基本上这是非常漂亮的格局 在隐患方面 由于主卧大门开在右侧靠窗位置 所以进出主卧都会经过客厅电视机前 容易形成干扰 再来就是卫浴没有设置浴缸 对于喜欢有浴缸的消费者 就要自备浴缸来因应 我们再来看A8户 A8户它是2加1房 两厅两位的产品 近乎三房的格局 与A8户格局相同或类似的户别 还有A1 B1与B3户 所以看了A8户 也等于同时看了其他三户 我们把梁柱的位置标出来 同样的 A8户室内空间也相当方正 近乎正方形的配置 那它有什么样的优点跟隐患呢 在优点方面 首先它有一个超大面宽的客厅 若地砖尺寸为60x60公分 那么客厅面宽就近乎4米 4米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你放一台80寸液晶电视 都觉得电视大小刚刚好的尺度 再来从合室 次卧 再到主卧都大面开窗 如果这是B1或B3户 就代表大面开窗是朝南的方向 动具跟景观会特别好 同样的 两间卧室的床铺枕头上方也没有压梁 主位欲开窗采光通风 值得一提的是 后阳台空间相当宽敞 家庭主妇一定会很喜欢这样的工作阳台 所以基本上这也算是漂亮的格局 在隐患方面 客厅沙发上方压梁 不过这可以用装潢手法来修饰掉 再来是餐厅的位置较为局促 用餐人多的时候会吃到客厅的洞线 最后卧浴没有开窗 不过本案已设有当层排气 通风没问题 主要是采光 总的来看 新船远景的规划设计 无论放在新竹市或竹北市 对照同类型产品毫不逊色 在虎口王爷龙重画区出现这样的产品 可算是相当难得 由于AB洞都有它的明显优点 如果一定要从AB洞里面挑一户 我认为若预算许可 不妨先选B洞 后选A洞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你到YouTube订阅加分享我们的房市秘密报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 或者私讯给我们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你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